國福源遼闊 社會保險制度完善 但並非人人都能享受 這樣的福利 為服務弱勢 美國慈濟醫療置業 應運而生 大愛醫療巡迴車周遊各地 執行人本醫療 花蓮禁絲經社四位法師 與台灣關懷團 趁著參與慈濟美國總會 30週年慶的機會 參訪當地的醫療置業 並代表上人給予祝福 慈濟人第二代 第三代如果可以出來 投入跟接棒的話 才是慈濟志願 永續發展的一個大願景 不管是阿罕布拉醫療中心 艾滿地社區門診中心 抑或大愛醫療巡迴車 法師與台灣關懷團 都仔細聆聽介紹 慈濟全球志工總督導黃思賢 也以全美大家長的身份 為下個30年定下願景 希望我們的醫療置業在美國 不是這個南加州 我希望以後每個九大核心區 都有醫療資源的發展 幫助更多的弱勢族群 美國很大 雖然人間菩薩還不夠 不過我們抱著非常大的熱忱 發願希望接引更多的人間菩薩 把慈濟的精神真的生根在美國 有禁絲經社法師的祝福 加上海內外法清的願力 期待全美慈濟人 再邁向下個30年之際 各志業步伐踏得更穩 也能扎根更深 待新聞真善美志工 前美珍 高明哲 洛淑莉 美國爸爸 臨漫衛